開頭 因為大家手上拿的就是聖訓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就是要來學習白羊的聖典 這是白羊義經 那我們讀這個聖訓 到底所謂為何 這是我們佛法老師給我們講的 信文是用來研究 不是用來裝飾 裝飾 好像我有這些 我看起來就覺得好像很了不起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用來裝飾自己 那研究信文其實也不是用來要求別人 而是要來要求自己 叫做修正自己 因為信文裡頭講的都是非常好的道理 那這些道理我們稱為幸福的道理 幸福的道理是自己本身 要真的用在自己身上 那才感覺得到幸福 好 不是用來指證別人 那修正自己是為了得到良知的認可 所謂的良知認可 每個人都有良知良能 那我們要求自己修正自己 是要對得起自己 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所以學信文是從自己本身 叫做端正自己 正己而後成人 那不是為了得到世人的佔欲 所以我們學易經包括後學 常常以這句話做警惕 我們編這些信文不是為了孤民釣運 也不是為了得到什麼什麼的 包括這些世人的佔欲 其實我們是用來修自己 修正自己 自己有很多切切 藉著先活的話 來要求修正自己 自己做到了才可以去要求別人 己身不正 焉能正人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這樣子 好 那大家今天來 我們就是要來讀這一本 叫做白羊易經 那當然我們要先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這一部經怎麼來的 那講這個之前 這個讀易經的好處 簡單的講歸納成六點 第一個學習古聖先玄的智慧 大家知道中國從福西一畫開天 畫了根基和圖落書 畫了八卦出來之後 離現在已經大概五六千年了吧 那這五六千年來 有很多很多的書 但也有很多很多書都毀壞了 因為戰亂 有很多很多的書可能不完整 殘缺了 但只有一部書 這一部書叫做《易經》 《易經》戰亂從來沒有被真正的毀壞過 你看秦始皇焚書坑弩有沒有燒易經 沒有 因為它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 所以易經已經經過了五六千年 聖人的智慧 因為這是易經是聖人始作 那流傳下來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學習 這一些古聖先玄的智慧 這一部經 秦經之首 易經 然後它呢 能夠幫我們畫難為易 畫凡為簡 那這一部白揚易經 是易經裡頭所謂的不易便易跟簡 它是屬於這個部分 它是簡易的部分 或者會跟大家介紹 那人生呢 最怕就是講錯話做錯事 因為有時候人生呢 一旦錯一步就很難回頭 所以我們有時候呢 面臨人生的這種重要的 包括你的智慧的判斷 還有也許你可以借重易經教我們的智慧 所以孔子說他五十協議可以教我五年十年 可以五大過癮 那協議呢 其實就是協道 最重要 白揚易經告訴我們四個字 叫做正義成人 這是協議經的目的 好 剛剛講到 Breeves 裡面就記載孔子講的 他說加我數年五十億 協議可以五大過癮 其實孔子是很客氣啦 你說大過 哎呀 我們一般的凡人都會覺得說 叫做聖人過多 閒人過少 凡人怎麼樣 不過 那孔子呢 他是接近聖人的境界 所以他是覺得過很多 所以他要寫易經 然後可以五大過癮 其實孔子根本沒有任何的 對我們來講 他已經到達一個很高的境界 他還是要透過易經 叫做最後能夠重心所益怎麼樣 然後尾邊三節 這個代表他用功很深厚 每天每天都堵才有可能 尾邊三節比你翻一本書翻到爛掉還要困難 因為那個用牛的皮做的繩子 竟然會斷掉 那如果沒有每天這樣翻 而且翻 每天不是翻一遍 每天可能翻很多遍 然後可能經過很多年這樣子 這樣才會斷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協議經要像這樣子 所以我們給大家準備了這個 這是要效法孔子尾邊三節 那每天每天可以學一掛 然後人家說 三日不讀書則面目可爭 每個白羊天使要不要讀書 我們佛佛老師在世 他是守不示卷 守不示卷就像孔子 守不離異經 他每天都在讀 那守不示卷 我們現代人都守不離機 這是守經 所以我們以後 當你開始學異經 希望你每天至少拿一張來學 一天去參悟一個掛 那我們會跟大家講 每一掛最重要的那個內涵 那大家來上課 其實就是從這當中 希望我們能夠去 你看這麼多文字對不對 到底在講什麼 對不對 沒關係 你只要來就好 自然有人會告訴你這樣子 有人幫你讀 要不然每天看了這個 就想睡覺 來這邊你就會知道他在講什麼 這樣的意思 好 所以 再給我五年或十年 在意義上更加深入 可以減少犯大的過失 其實我們協議經 你看像聖人孔子 他的那種心態是 他要求自己 他其實讀意經不是要來折求別人 他要折求自己的 要求自己讓自己怎麼樣 減少怎麼樣 換過 這是協議經的態度 其實 我可以去推算 可以去炫耀 告訴人家 我可以幫你算命 我可以幫你補掛 好像你的秘密就在我掌握當中 誰願意自己的秘密被人家掌握 可是現代人都很喜歡 人家幫他掛算命 其實 要自己掌握自己 自己掌握自己 異經就要懂 這異經其實並不難 因為這部經有一個字叫做意 對不對 所以他並不難 可是為什麼我們會覺得他很難 因為他用的字太簡單了吧 還是 他裡面的內涵我們不容易懂 雖然簡單的字 但是內涵卻很深 這就是異經 他的特色吧 好 所以 這一部經 從什麼時候來的呢 其實 白羊異經在31年前 64卦就開始逼了 民國74年 75年 32年前 然後白羊八卦呢 更早 在67年 有一個信中信 然後在民國19年 有一個白羊八卦 四孫化 所以 我們來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白羊異經的由來 那 在這裡面呢 要跟大家 請大家打開這個 哎呀 沒有在這一本裡面 是在那個經本裡面 這一本裡面 不過沒關係 因為這一本比較不容易打開 所以我後學把文字抓在這裡 這是我們 林隱寺的 董典師 幫後學 寫了一個前緣 介紹這一部 白羊異經 這裡面就提到說 從福西 福西義 化先天八卦 天地定位 那其實 福西是 仰觀俯察 看天地 萬象萬物 然後 根據 天啟 天啟就是 和圖跟洛蘇 然後 把這個八卦 還有他的方位 這個 方位 定下來 那 進而推演出 六十四卦 文王的義 那 總共有 不義 便義 簡義 三種 那這種 簡義的 內涵 今天我們談白羊異經 主要就是這一個部分 簡義 那 另外 我們 通典師告訴我們說 這整部異經其實 它是傳承聖人的 最重要的新話 有兩個字 一個是中跟義 得其中就是恰到好處 恰到好處的用意是在於我們 能夠 從一經裡面得到一個最好的方法 不管講話 做事 做人 不方便 一經可以給我們起話 那叫做得其中 另外一 一呢 叫做經一之中 一就是回到 那個原原本本 那個福西一化開天那個 源頭 那 人回到一就沒有對待 那就是絕對的 所以 它叫做不二法門 好 所以 掃像 超氣入禮 就是這一部 百洋液經的特色 它是 超越 氣跟像 直接入禮 所以 用百洋液經來不掛 其實是不大成 但是用百洋液經來做什麼 來修身 來正己 而後承認 就是 修自己 然後去成全別人 度化別人 它主要的用意是這裡 好 那這部液經呢 它是 一樣 根據天地造化的道理 天地造化就是陰陰陽 陰陽之味道 就是陰陽 陰陽的變化就產生了 從 剛剛那個叫做太極土 這裡有陰陰陽 陰陽 陰陽 陰陽的變化呢 就是陰陽 囂張 我們說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再下去就是三生什麼 萬物 那 福西呢 它很了不起的地方是在還沒有文字的時候它用這個符號 一個是這樣子代表什麼 陽 一個是這樣子代表什麼 陰 那天地就是這個陰跟陽 所以它各用一個符號來代表 其實這個符號 這叫做符號 這是後來的文字 叫做陰陽 其實還沒有這些文字之前 它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一個陰 一個陽 然後 一生二 當我們變成兩個陽的時候 這裡 跟這裡 各 加了一個進來的時候就有四種組合 叫做兩一生四相 跟一生二的時候 就有太陰 少陽 少陰 太陽 兩個陽 兩個陰 然後一個陰在上 一個陰在下 然後 這個組合 就是當二的時候 一生二 有兩搖的時候 排列組合就變成四種 對不對 這叫兩一生四相 但是如果我們再增加一個搖進來的時候 變成三個搖 三個搖的時候 就有八種組合 所以一次就產生了八卦 那我們看到的八卦就有了 這是八個符號 其實八個符號 它是各自用來代表天地間的八個主要的元素 一個是天 一個是摺 一個是火 一個是雷 風水山地 那 我們 這個是文字 其實 這個叫符號 它的意思也是 跟文字的內涵一樣 只是 還沒有文字之前 它用這個符號來代表而已 那 這個是三個搖的組合 就會有八種 所以 一生二二生三 來到這裡的時候 就變成八卦了 變成八卦了 然後八卦重疊起來 譬如說 這一個 跟著 這八個 通通重疊 就有八種情況 就六個搖 六個搖 就構成了一個卦 那任何一個都有八種 八成八就變成什麼 六十四卦 就這麼簡單 易經就是這樣子 六十四卦就這樣來的 那 用六十四卦來象徵天地的 萬事萬物的道理 涵蓋在這六十四卦裡面 好 那所以 我們看到了福西的這個八卦 大家 看到課本裡面有 福西的先天八卦 也就是剛剛講的這個八個符號 代表的天則火雷風水三地 也是 錢對離正遜坎更坤 然後他們定這個方位 這個方位就很有學問 很有學問 坎在西 離在東 坤在北 錢在南 對在東南 更在西北 正在東北 遜在西南 那這個就是八卦 先天八卦的方位 先天八卦的方位 就含長了八八六十四 六十四卦 我們看到這裡 跟這裡都是各天到地 天到地 然後重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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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六條 比如說這個天 跟這個天加起來兩個天 就變成了什麼 旋 然後這個則 跟這個天加起來天則 就變成什麼 旋 這意思都一樣 這個字每一卦的由來 就是八卦的這個符號 去重疊起來變成六搖 六六 八八就六四 所以這裡的六十四卦就在這裡 在這邊 然後我們就看到了 這個就是剛剛那個八卦的方位 然後每一個方位裡頭 都各有 這樣總共加起來就是六十四個卦 這是福西先天六十四卦的這個卦位圖 好 那福西一卦開天 在我們道場講清陽期的開始 清陽期 但是來到文王的時候 大家發現 為什麼他的方位定不一樣 這變成正在東對在西 然後呢 坎這個本來是坤跟錢的 那你怎麼變成 梨跟坎呢 跟水呢 不一樣 對不對 這個每一個方位 重新定位 為什麼要重新定位 因為文王開始要進入什麼 紅陽期 因為整個易經 他是用這個八卦配合這六十四卦 可以推算出天使跟道運 天使道運 所以當進入紅陽期的時候 方位就會重定 重定之後 八卦的排序 跟六十四卦的排序 就八卦方位排 重排之後六十四卦的卦序也會不一樣 這就是六十四卦的卦序 文王 從錢卦開始到位計結束 那前面呢 上經講天道 下面下經講人道 然後用位計做結束 位計就還沒有完全結束 好像還有後續的 到底是什麼 後續是什麼 原來他在等待白陽八卦 你看這裡就是民國十九年 白陽八卦 師尊畫了白陽八卦 是在什麼時候 在他領了 接了天命之後回到濟南 建了一個崇華堂 崇華堂的牆上 就畫了一幅這個 其實總共八幅 這其中的一幅 叫做白陽八卦圖 白陽八卦圖 而且這白陽八卦這個名稱 是我們師尊定的名稱 他就定叫做白陽八卦 白陽八卦 等於說我們現在就知道有一個文王 之前還有一個福西 再來就一個文王 再來一個什麼 白陽八卦 福西八卦 文王八卦 白陽八卦 一般來講我們協議經都學到文王八卦 就是周易 很少人會知道說還有一個白陽八卦要繼續 他們都只知道說 魏記是文王八卦最後留給我們 這個還沒結束魏記 但是魏記到底是怎麼回事 後面還有什麼 原來現在接下來就有這個了 這個白陽八卦 我們看一下他的方位 跟文王的八卦又不一樣 白陽八卦 他是崑在東 潛在西 坎跟梨是一樣 但這兩個不同 然後這幾個也都不一樣 他的方位是跟福西的八卦 剛好轉了90度 90度 所以這個母字就這樣出來 好 那 這個白陽八卦呢 重疊之後出來的64卦 方位不同 卦系也就不一樣 所以你看到 前卦雖然在頭 但是第二卦變成千卦 再來換卦再來太卦 然後呢 夏經是從坤卦開始 最後一卦是什麼 家人卦 對 家人卦就是一個大同理想 家家出聖賢 道化家庭 每個家都能夠修身其家 所以最終的理想用這個 做最後的白陽旗 白陽旗就是要實踐人間淨土 大同理想 就是這個家人卦 所講的 所以來到這裡 這個是最圓滿的結束 如果文王的64卦到最後未記 告訴你還沒結束 你看到白陽64卦出來之後 原來最後就是家人卦 做最後的結尾 那這就是我們要來跟大家介紹 就是要上的這個白陽八卦 他的白陽液經裡頭的 包括白陽64卦 好 那 這整個白陽八卦 在民國67年我們靈隱道場 有這樣子的一個信中訓 這就是根據剛剛那個白陽八卦 所推出來的 我們課本裡面有 然後這個 這個信中訓裡頭 就是把整個白陽八卦 所呈現出來的天使道運 放在這裡面 天使道運放在這裡面 來 搭奏課本對不對 來 我們唸一下這個 很快唸過去你就知道 十指為將 三期末千年 天開大虎度 十堂在荒原 奔華團和盡 一人運成前 日月相對照 正西觀自然 無盡為之處 白陽和修緣 一起開開開 火起必復原 搜國化聯邦 環化開晶圓 人人我欺滅 家家出聖賢 天下同一家 萬國一年 風條已順 大同各年 白陽期有10800年 青陽期 紅陽期各3000年 所以白陽期特別長 那其實青陽 紅陽都在為白陽做準備 那為什麼要為白陽做準備 因為最終他是要實現這個 天下共一家萬國一禮異 然後風調以順 這就是太掛 然後大同樂綿綿 這就是要實踐的最終理想 然後前面的青陽弘陽 度回氣各兩億 百陽旗要不要來大方祝道 要啊 從這邊都要下來 那所以 我們今天 還要不要讀弘陽旗的這些經典 包括大學 倫理凡子中庸 金剛經 要不要讀 要 也要 因為這些都是為 我們現在白陽大開普度 先前做了準備 所以我們現在都還要再用這些經典 但是我們在讀這些經典之外 我們也要讀自己的經典 因為這裡面有告訴我們 百陽旗10800年 我們有我們最重要的天使道印的內涵 所以在這個白陽一經裡 他會一一來跟我們談到這些問題 包括最終的理想 好 那再往下看 大家看到核圖洛書 那或許把洛書擺在前面 因為這裡心經的開頭在這邊 然後心經的後面再下一個洛書 這個洛書 所以他的信中性是把洛書擺在前面 那用心經把核圖洛書串起來 這告訴我們什麼 因為心經是整個六百卷的大波諾經的 同時心經也是整個佛法的心藥 他告訴我們說 核圖洛書本身也是整個意經的心藥 最重要就像就像心經是這個佛法的心藥 所以很妙的地方是他就用心經的內涵帶進來 在這個核圖洛書的信中訊 那如果我們給他讀下來 你就會覺得他這整個心經的內容 非常的驚訝而且很清楚 就在這幾句話裡頭 那你看這裡 若核圖也是一樣 生滅無常者為心 然後恆常不變者其為性本 那這個心經當然他是佛法裡面最心藥的 我們在這個地方他也告訴我們 就是說道理道的最終是相通的 也就是萬書歸一本 本來是一本上萬書 最後還要怎麼樣萬書怎麼樣 歸一本要回到一 回到一的時候都相通了 包括心經包括易經包括和圖洛書 這整個的內涵到最後就相通了 那個一 好 所以前面這一些圖是 為什麼會擺剛剛那些圖 其實是有用意的 慢慢的讓大家進入我們這一部白洋易經 知道他的淹源 從文王 從福西到文王 這個清陽期 紅陽期 然後進入白洋期 白洋期 10800年 所以我們師尊重新訂方位 紅洋了到歸家去 轉到什麼 白洋彌樂尊 那紅洋都已經歸家去了 那我們還用紅洋的天使道運來推算 那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師尊重新訂八卦的方位 然後重新推演出六十四卦的卦序 然後每一個卦都有六個窯 每一個窯的窯池 先佛重新來訂 我們知道自從文王 這個武王 周公 孔子這樣一賣下來 《易經》的內容 就是那個掛詞 窯池定下來之後 沒有人兩千多年來 沒有人敢可以去動一個字 爭一個或撿一個 所以我們現在讀的就是聖人 他們留下來就是這樣訂的 他就照這樣子去解他 但是來到白洋期 因為紅洋了道歸家去 他轉到三洋彌樂尊了 轉到白洋了 他轉到白洋 所以掛位都重訂了 六十四卦掛系也重訂了 八卦掛位定 六十四卦掛系重新訂 那窯池要不要重新定義也要 所以整個《易經》 你現在看到的所有的窯池 都已經重新先佛 這只有先佛有辦法 我們人 智慧主 沒辦法的 先佛重新幫我們訂美一窯的窯池的意思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了解一下 這個《易經》 在這裡頭有一個很深的含義 這是聖人的本意 那我們這一部《白洋易經》 聖人的本意有四個字 叫做正吉成人 那他的本意是希望我們《協易經》 不是只是學會不掛算命這樣而已 學會這一些都是比較屬於項跟術的應用 那真正《易經》要用在自己身上 是還要把《易經》最重要的內涵 那個《理》的內涵 我們要去了解 然後如果問說 好 那這樣子《易經》最重要的內涵是什麼 如果我們《協易經》所謂為可 那先佛告訴我們就這幾個字 先正吉而後成人 那這也是我們讀這一部《易經》 先要了解說 好 我讀《易經》的目的 就像老師在前面我們第一張投影片所講的 是要求自己的 責求自己 好 那《獨易經》不是為了炫耀 為了掛算命而已 那其實是為了能夠更能夠關正自己 成就自己 好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正吉的信中信 好 正吉的信中信 是後學看了之後 每次看每次覺得 哎呀 實在是先佛的智慧真的非常的高深莫測 我們凡人不會去想到 想不到的 他說正吉最重要 要把這個字叫做利弄清楚 正吉跟這個利到底有什麼關係 仔細想一下才知道說 原來一個人 我們每天其實 我們講一般的凡人就是這樣子 不為民就為什麼 利 其實民利是都有關係 因為民利會雙收 所以每天都要追逐利 所以你要正吉 不是說我只是改毛病 記筆記就好了 但是我拼命賺錢 而且賺的錢都是 我們台灣有人賺黑心錢對不對 那你說他脾氣好嗎 他做人好嗎 也許他表面上也是做得很好 脾氣也很好 待人也很好 可是他為了追這個利 可能這個手段不好 叫做黑心 所以真正的正吉不是說 我把我的脾氣毛病修好就好了 重點在哪裡呢 重點在把這個利弄清楚 不利不利之利 不好的不應該得的 這個要先能夠 所以金子既利且利益 所以益利之變 為什麼孟子會講益利之變 然後講到說要建立師一道 我們只簡單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其實他每個內涵都非常好 包括成人也一樣 成人不是只是讓自己自己的問題而已 他是要洋道集於四海 洋道把這個道限量到四海每一個角落 這才是真正的人所要做人 好 那OK我們 接下來就要開始來進入我們的白羊液經的每一逛 那前面很快的跟大家做一個基本的介紹 不過我們問一下 讀過 從來沒有讀過液經的幾首 這是第一次 好請放下 謝謝你們把第一次給了候選 好 那所以已經有做了一點點準備 假如我們大家真的都沒有任何液經的基礎 那為了讓你覺得這個液經真的很容易 所以我們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包括掛的組成 大家看到 這個掛就是有六個窯 那剛剛講說一陰一陽之味道 所以所有的每一掛六十四掛 他都是由這樣子 不是這種叫做陽窯 不然就是這種叫做陰窯組成的 然後他沒有第七也不是第五 他就剛好第六 六個窯 那六個窯 可以全部都是陽 可以全部都是陰 那也可以這裡面穿插陰 穿插陽 這樣子排列組合起來 只有六十四種 有沒有第六十五種 沒有 如果有人跟你講說 他有第六十五掛 那叫做變掛 小心 做人不要變掛 那其實就剛好六十四掛 六十四種組合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還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這個九跟六 因為你現在看到這樣子陽窯 他就叫做九 這樣子陰窯他就叫做六 所以我們要渡回九六億炎佛寺 有沒有 九六就是把乾坤都渡回去了 是不是剛剛好九十六億啊 恐怕不是那麼樣剛剛好的意思 對不起幫忙去拿椅子 太辛苦了 念那些錢錢大家站著上課 不好意思 我們待會稍微休息一下 不過中場休息 不過大家可能起來不太好活動 蠻擁擠的 那我們 剛剛講到九代表陽 六代表陰 然後再來看 這裡有個粗 有個二 有個三 有個四 有個五 有個上 所以沒有六 也沒有一 一就叫做粗 如果是陽窯就叫做粗九 如果是陰窯就叫做粗六 那如果陽窯最上面那一窯就叫做粗九 陰窯就叫做粗六 其他就是加一個二 三四 這是每一窯的名稱 不是它的意理 不是它的意思 是只有名稱 名稱 我們給每一窯有一個名稱 它的位置 代表它的位置 因為一個窯有六個窯 每一窯都有它的意思 我要看哪一窯 所以剛開始都會有這個疑問 沒關係慢慢來 這裡面 它都有它的道理 好 像我們幾個例子來講 像這一窯 這個叫做尊窯 天地萬物開始生成的時候 陰陽變化 然後合合開始長出來 開始有的 像芽冒出來開始生長 就叫這個 這就是尊窯 上為侃 下為正 所以你會看到第一窯叫做粗九 第二窯叫做六二 第三窯叫做六三 因為這兩個是陰 然後這是六四 這也是陰 然後九五這是陽 這是上六 然後我們會掛一掛 每一掛之間 我們還要看它有沒有相對應 像這一個初九 它就跟六四 有沒有對應 陰一陽就剛好對應 六二跟九五 剛好陰一陽就對應 但是六三跟上六有沒有對應 沒有 如果兩個都是陰或兩個都是陽 同性相似 異性就會怎麼樣 陽相似 這叫做對應 或沒有對應 那有對應沒有對應 跟它的掛 掛窯的窯詞會有關係 那這個 這是撥掛 你看它只有一個陽 其他是陰 好 這個是我們 在介紹每一掛的時候 另外 我們看到這個 下面這一掛叫做內掛 這叫做外掛 那我們白羊易經 剛講最重要就是正極 然後呢 成人 正極是內修的功夫 成人是外王的功夫 所以我們看每一掛 它的內掛 通常跟正極會有關係 如果抽到任何一掛 抽到任何一掛 那如果是跟自己要去調整的 跟我自己內修要去調整 那就看下面三條 那跟我帶人接物 辦到渡人有關的 看上面三條 那一個是下面是正極 上面是成人 好 那麼 OK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談第一掛 從前掛開始 前掛是兩個天 兩個天合起來 意思就是說這一掛 是你天天都要看的 兩個天 天天 天天都要做的 天天 所以說中日前前 這一掛很重要 所以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這一掛 不過介紹之前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那裡面呢有包裝室洗手間 那雖然裡面不太好動 對不對